我們不要 議員蔡友林 沈振東 周一齊 林毅營 周立金 李中成 陳怡貞 林美燕 17日在議會調去記者會 要來替我們一起的代理教書經處觀役 中成過去在學校不管待科還是待理 將近快4年的時間 那我也相信說其實很沒來 因為我們拿到選手很多都沒辦法學到學校 就是正式老師 因為我們的學科 因為我都是數百人 所以有很多都會淪為變成是代理教師 那在代理教師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提到選手有時候就要去帶學校 有時候就要去配合行政 有很多需要到我們代理老師去做的工作 因為學校沒這麼專業 所以我們去做代理老師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帶選手 要去帶球隊 要去帶頂頂的這些相關的這些社團 那在帶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學校根本沒有辦法補到足夠的薪水 本席還沒擔任議員之前是連備課日的這個時間點 都沒有這樣的薪資待遇 但是確實我們也要去學校備課 那除了備課之外呢 我既然我也有帶這個所謂的羽球隊 羽球校隊 那還有帶小小解說員 那其實這些全部都不是行政職務 我們最近看到黃偉哲市長其實基本上還了很多的債 那如同那個昭偉所去訂定的這個議題 市長他們變冠老闆 原來還債或者是賺錢的一個方式 就是壓榨我們的代理教師 才得到還債或者是有盈餘去還錢 那我想這個對我們代理教師 是一個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代理老師台南市政府只有給10個月的聘期 這樣跟其他六都來做比較 顯然代理老師的潛意受到了剝削 我們希望代理老師是一個合格的教師 他在學校裡面的教育功能 一樣是可以的 他的勞動條件可以獲得合理的保障 我們希望市長不要擔任冠老闆 而是預期給予合理的一個聘期 能夠讓我們孩子的受教潛意獲得保障 今天需要的單位 有台南市三大家長學會代表 台南市校長學會 以及台南市交友聖亞公會 也都出席為代理教師抱不平 既然他是來代理一個正式老師的援了 但是我們每年到了寒暑假七八月的時候 都只給他 你有來上班才有薪資 但是我們知道從教育部下來 他是給13.5個月的薪水 那我們談的是一直以來都只給10個月 甚至最近有好一點點 他告訴我們說有來學校上班才會有給薪水 但是如果以不管是公司營運或是以購物人員來看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 甚至我們也有跟教育局反應過異 每次都會想到說財政的困難 可是我們看到今年雲林縣 他們的做法是他們在這個學年度開始 他們就有訂了一些可以領12個月完整聘期的老師 市府教育局也答應將向中央歡迎 代理教師的薪水問題 也將設法降級完額觀控比率 當然是針對於這個代理老師的聘期的規定是依照中央 我們有一個中央的規定來辦理 但是我們給代理老師的條件是依照這個規定的標準以上來給予這個條件 包括如果真的學校必須在暑假的期間聘期以外的時間 讓我們的老師來工作 我們都要求學校一定要何時來給這個薪資 另外針對於這個有些代理老師 確實他擔任這個學校的行政工作 那我們一定都是給他完整的一個聘期 那從這學年開始我們就這樣子來做處理 那當然我們針對這個中央目前法規 還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那有一些這個代理老師他可能沒有寒暑假 暑假實際到校 那他可能這個聘期的部分的規定 我們還是會一起在努力 把這個意見來跟中央做表達 那也希望說 當然請問教授為 蔡宏伯德